掌握华天美一手行情不做二手韭菜 哈喽大家好我是华天美二台 每天下午打卡华天美各大市场帮粉丝挑选机器 下午的三点半二台也是准时到达市场 先过来飞扬的四楼帮一位广州的粉丝挑一台15pro256G的原色 这是一台美版的卡贴机 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标签 电池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效率 通电次数刚刚二台看了一下S也只有70多次 最近美版的15pro和15proMAX价格还是比较稳定的 像这台256G的原色我们在市场是花了4650拿到 其实二台给这个粉丝说了这个黑色和蓝色的要便宜个两三百呢 但是这位粉丝质疑要原色的 不过原色的机器也确实是比较的耐看 4000多个钱搞定一台15pro还是256G的 小伙伴们觉得性价比高吗 紧接着帮一位广州的粉丝挑一台13pro256G的黑色 这两台都是无锁的机器 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标签 电池效率的话都不是很高 只有百分之八十几的效率 毕竟不是新款的机器了 二台建议如果买这种12或者13 碰到这种电池80多的 可以花几十块钱搬一个新电芯 到时候就会显示百分之百的效率 最近13pro和13proMAX无锁的机器价格也是掉了很多 像这台256G的 我们在市场是花了3600块拿到 性价比在二台看来还是比较高的 要拿的机器都搞定好之后 二台也要回到办公室开始演技了 今天的市场行情就先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吧